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练习小堂情感 我是楚儿 很多兄弟在恋爱中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什么样的状态能够吸引到女生 当局者迷 旁观者庆 当你喜欢上一个女生又不懂方法 想要吸引到她的确很难 这种吸引她的状态与个人价值无关 我见过很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兄弟 被女生所抛弃 也有很多条件一般的兄弟 能够追到美女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首先来给兄弟们分析一下 男人最吸引女人的特质状态是什么 为了让兄弟们有一个清晰的对比 我们先以女生来举例 你会遇到的四种女生类型 第一种 路人型 你想象一下 在大街上目光只会看向哪种女生 是不是露着白花花大腿的 穿着小吊带的 长得靓丽的女生 那种朴实乌滑的女生 没有任何特点 你的目光绝对不会在她身上停留一秒钟 因为她根本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她长相普通 气质普通 穿衣普通 当这种女生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的情绪 是不喜欢也不厌的 你是不会想和她说话 也不会讨厌她 第二种女生 讨厌性 这种女生长相一般 但是脾气十分古怪 对男人总是存在敌对思想 喜欢给男生下定义 总认为男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明明自己条件一般 却又喜欢对男人要求很多 跟男人打交道总喜欢索取 不会去付出 如果你遇到这种女生 是不是非常的讨厌她 甚至是根本不想和她打交道 为什么 因为这类女生 估错了自己的价值 说白了 她就只值一百块 而她却认为她貌美如花 能值一万块 所以她一边嫌弃着男生 一边在不停的索取 却从未想过付出 第三种女生 女神型 这种女生长相往往很漂亮 并且价值相对来说高于你 再加上良好的教养 所以她对你非常有礼貌 而这种感觉会被你当成 她有一点喜欢你 女神为什么会被称为女神 不仅仅是她个人价值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她会时不时的 给你一种能够得到她的希望 而这个时候就是最要命的时候 你往往会对她走火入魔 当她成为你的真命天女 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说不好话 还容易紧张 害羞 想要表现自己 却总是表现不好 这种女生就是很多兄弟的 爱情杀手 因为她价值比你高 因为她足够优秀 所以你非常喜欢她 而你因为对她的喜欢 所以最容易在她面前迷失自己 她对你微笑一下 你心里就乐开花了 如果她是一个好女生还好 因为她至少不会让你对她付出什么 最怕的就是她别有用心 现实中很多渣女就是如此 仗着你对她的喜欢 控制着你 第四种女生 有好性 这种女生的价值往往稍微低于你一点 但是她又比第一种女生好看 也懂礼貌 会尊重人 但是 这类女生就是还达不到你喜欢的程度 所以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是你最容易展现你自己的时候 你不会像第一种那样无话可说 也不会像第二种那样讨厌她 更不会像第三种一样紧张的不能做自己 而在这类女生面前的状态 就是你最好的状态 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会怕说错话让她讨厌 也不会想要去刻意表现 因为你不讨厌她 但是也不想得到她 甚至你可能心中还会想要让她喜欢你 这其实就是恋爱撩妹的最好状态 你不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 所以你有了自信 你不想要得到对方 所以你没有了需求感 你不害怕离开你 所以你足够真实 你不想去讨好她 所以你也不用刻意卖弄自己 你不会想要去从她身上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你不会去索取 你甚至还想让她喜欢上你 所以你刻意引诱 给她得到你的希望 这就是女生最喜欢的男人的状态 自信 低需求感 真实 不刻意卖弄 不索取 散发吸引 给予可得性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假设 假设我们自己是这四种类型的人 该如何面对不同的女生呢 第一种男人 路人型 在女生的眼中 你非常的普通 不会有女生主动的接近你 主动的跟你谈情说爱 他们不会想要跟你发生关系 也同样不讨厌你 因为你看着太路人了 你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 这类兄弟最重要改变的就是 自己的外在形象 你可能需要花点心思 在服装搭配和发型选择上面 在女生的眼中 你的价值发生了改变 女生才愿意投资精力 跟时间到你的身上 第二种男人 讨厌性 这类兄弟总喜欢占小便宜 面对女生总是一味的索取 不谈回报 并且本身是一个非常高调的人 总喜欢对女生评头论足 这种情况不仅得不到女生 还会引起女生的反感 最后容易搞得自己心态崩溃 开始怨恨女生这个大群体 这类兄弟最需要改变的 就是这种心态 你要知道 能成功的男人 都是懂得付出的 并且也是懂礼貌 会尊重人的 当你学会尊重人 学会先付出再索取 你会发现 女生对你的态度 会有截然不同的改变 第三种男人 男神型 在女生的眼里 你就是他的男神 因为你的价值足够高 你足够优秀 而此刻你只需要按照刚才分析的 面对女生最好的状态 来与女生相处 我相信 你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 让女生毫无保留地爱上你 第四种男人 友好性 这类兄弟面对女生的时候 一定要引起警惕 因为女生在你面前 他可以是最真实 最具吸引力的一面 正如我们刚才分析 女生的样 你如果是这类男人 那么你非常有可能 真心的喜欢上他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当女生真正碰到 真正喜欢的男生的时候 一定是跟男生碰到 真心喜欢的女生 是一种状态 都会紧张 会害羞 也会害怕说错话 如果他表现的太自然 并且经常给你一种 他是不是喜欢你的错觉 那就证明他在你身上玩游戏 他不喜欢你 只是想让你喜欢他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视频右下方的微信 我来帮助你哦